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很多信徒都認為 詩篇是整本聖經裡最合適 拿來做靈修的一卷書 但不是很多信徒認為 詩篇是聖經裡最實用的一卷書 當我講詩篇概覽的時候 我跟大家分享了四個理由 第一,詩篇是回應了人對人生意義的尋找 第二,詩篇是給人對上帝有正確的看法 第三,無論在什麼環境裡 詩篇是能夠給人很大的鼓舞 第四,詩篇是給人一個能夠跟隨的生活模式 那麼今天的門徒可以怎樣從詩篇去學習 整卷的詩篇有一條的主線 就是對上帝的敬拜 但是門徒是需要深入地認識上帝對他有信心 然後才能夠全然地去投入敬拜 所以在這六個月的講談 我選擇了六個主題 期望能夠幫助弟兄姊妹更深地去認識上帝 對上帝更加有信心 這六個主題就是 看見上帝的榮耀 看見上帝的榮耀 聆聽上帝的聲音 發現上帝的信實 認識上帝的心腸 回應上帝的呼召 和享受上帝的同在 今個月的主題就是 看見上帝的榮耀 上個星期 劉牧師和大家分享了 詩篇第24篇 今天我會和大家一起去思想 詩篇第8篇 我們再一次同心低頭禱告 慈必由我天活上帝 我們滿心感謝你 感謝你因為你的榮耀是彰顯於天 感謝你因為你創造了我們 並且你將一個很尊貴的身份 賜給我們 主當我們打開你的話語的時候 求你的靈就引導著 我們每一個人的心思、意念 讓我們進入真理 讓我們不單止明白真理 我們更加能夠活出真理 幫助我們,聽我們的祈禱 奉耶穌基督聖命祈禱 阿門 今天當你想起上帝的時候 不知道你會想起什麼 會不會想起 現在在你生命中所發生的一切事 為何? 上帝好像看不到 又或者 他看到 卻好像不太關心 又或者你會不會想起 一個充滿愛的上帝 為何仍然容許這個世界有這麼多痛苦 有這麼多不公平、不公義的事情發生呢? 你是用什麼的角度來想? 是用人去做出發點去想上帝 或是好像私人一樣 是用上帝來做出發點去想? 私人看到上帝的榮耀 是因為他用上帝做出發點 有些基督徒的神學觀 好像有人說 一個降落傘的神學觀 什麼意思呢? 你想想 一個飛機師 他怎樣看那一件降落傘呢? 降落傘是緊急的時候才會使用的 最好是不需要使用的 所以有些基督徒的生命中 他都看上帝好像一個降落傘 是有緊急的事情的時候才需要上帝 在風平浪靜的時候 他們就不需要上帝 但我相信當我們很清楚地看到上帝的榮耀 我們就不會有這種降落傘的心態 我們會對神更有信心 我們願意在任何環境我們都依靠他 詩篇第八篇有九節的經文 結構是比較簡單 是以讚美的宣告做開始和做結束 是首尾呼應的 內容就說出讚美的原因 包括上帝的榮耀和能力 以及人的地位和管治的權柄 雖然看起來的結構好像很簡單 但是詩人的思維其實是非常闊的 從詩經的角度 詩篇第八篇一點都不容易去處理 因為原文的翻譯是有一些不太清晰的地方 稍後我會跟大家分享 值得留意的 就是詩篇第八篇跟第三至第七篇的關係很密切 是結束了哀求進入讚美 就好像整卷詩篇的方向都是從哀求進入讚美 提醒我們 雖然人會好像在詩篇第三至第七篇 遇到很多的問題、很多的挑戰、很多的痛苦 但是請你不要忘記 上帝是看重我們、愛我們 當我們信靠祂的時候 我們就能夠從悲哀進入歡呼 詩人在這首詩的開頭和結尾都宣告上帝的榮耀 耶和華我們的主啊 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 如果我要用幾個字來概括詩篇第八篇 我就會用何等榮耀 但詩人如何看到上帝的榮耀呢? 我們又能不能透過詩人那種描述來看到上帝的榮耀呢? 這正正就是今天我要跟大家一起思想的問題 如果你要介紹你自己給一個不認識你的人 可能你會拿一張卡片給他 當上帝透過詩人去介紹他自己的時候 他有一張獨一無二的卡片 詩篇第八篇的第一節下半節就說 你將你的榮耀彰顯於天 上帝說 你要認識我嗎? 你要看到我的榮耀嗎? 抬頭看著天 從上帝創造的偉大大自然奇妙 就能夠感受到他的榮耀 請問這個又是不是你的感受呢? 有些神學家說 詩篇第八篇可能是大衛作為一個年輕的牧羊人的時候寫的 當他在夜間正在牧羊的時候 他就抬頭望天 看到天上的星星和月亮 從而感受到上帝創造的偉大 從心底發出讚美 就寫成這首詩 我不知道你有否觀賞星的習慣 其實是非常好的 你可以去到離島 躺在沙灘那裡 抬頭望望那些星 你就會感受到上帝創造的偉大 又或者 你會不會刻意去到某些地方 去看日出日落 你有否想過 為何在天上有這麼奇妙的鋪排 其實對於整個宇宙來說 你所見到的只不過是很少很少 只不過是冰山一角 有人就這樣說 假如一個銀河系 是等於整個北美洲那麼大呢 這樣我們所見到的太陽系 其實就是小到可以裝進去茶杯裡 而整個宇宙科學家估計 可能是有1000億個銀河系 上帝的創造是多麼榮耀 難怪在1969年 美國太空人葛倫 John Glenn 他坐著太陽神11號 看到這個宇宙的浩瀚 他就在月球上面讀出了詩篇第八篇 第二節 從嬰孩和吃奶的口中 建立了能力 使仇的和報仇的 閉口無言 這是和合本的翻譯 新譯本的翻譯 你從小孩和嬰兒的口中 得著了讚美 使仇的和報仇的 無話可說 我不知道你看這篇經文的時候 你會不會覺得有點奇怪 如果上帝要在地上 去選擇一些東西 來顯出祂的能力 為何祂不選擇尼加拉瓜大瀑布 為何祂不選擇大瀑布 祂卻是選擇最軟弱的 最軟弱的就是嬰孩和吃奶 上帝選擇最軟弱的 來顯出祂的能力 為何呢 在這裏 我們要留意原文有不同的翻譯 剛才看過建立了能力 新譯本譯做得著了讚美 還有其他譯本譯做建造鞏固的堡壘 簡單的例子 敵人的聲音 是成了一個很強烈的對比 顯出了創造主的能力 又或者我們可以這樣說 創造主在地上 祂建造的堡壘 是沒有人能夠超越的 祂的能力 就在最軟弱的人身上 都能夠彰顯出來 耶穌在馬大福音的二十一章 都引用過這一句的經文 可以令到我們更加明白 馬大福音二十一章 經文的背景就是 耶穌是結成了聖殿 趕走了那些做買賣的人 耶穌說祂的電是必被稱為討告的電 耶穌就醫好了那些盲眼的鋸腿 然後在馬大福音二十一章十五節 就是這樣記載 請大家一起讀出 祭司長和民事看見耶穌所行的歧視 又見小孩子在殿裡哭著說 和薩娜歸於大衛的子孫 就甚老怒 為什麼祭司長和民事聽到這句話 他們這麼生氣呢? 原來 大衛的子孫 就是尼塞亞的一個稱號 當祭司長和民事聽到那些沒有受過教育的小孩子 竟然說出 和薩娜歸於大衛的子孫 基本上就是說 剛才行歧視、醫好這麼多人 那一個就是尼塞亞 這就是祭司長和民事不能夠接受的 於是他們就跟耶穌這樣說 他說這些人所說的 即是這班聖恩仔所說的 你聽到嗎? 耶穌怎麼回答他? 他說是的,我聽到 然後耶穌就用詩篇第八篇 他說經上說 你從嬰孩和吃奶的口中 完全了讚美的話 你們沒有念過嗎? 耶穌說這句話的意思 就是說 其實這句話已經是應驗在我的身上 那些的聖恩仔 因為他們都看到 他們都用口去讚美 為何你們這班祭司長、民事 卻是好像瞎了眼一樣 完全見不到上帝的能力和榮耀呢? 親愛弟兄姊妹 今天 你看到上帝的榮耀呢? 你看到他的能力 藉著那些軟弱的人 彰顯出來 這些軟弱的人可以是你 可以是我 但是上帝的能力 但是上帝的能力 同樣能夠藉著你和我 彰顯出來 如果我們看不到的話 我們就好像那些祭司長和民事一樣 是有淑寧的核眼 舊世軍的創辦人 曾經說過他一個軍官 認識耶穌、信耶穌的見證 他說這個人本來 在他未信耶穌之前 本來他是一個批判性很高的人 特別對於基督信仰 他是批評得很厲害的 有一天他就在倫敦的海德公園走 大家都知道海德公園 你任何人都可以 擔張小椅子站在那裡 你就可以說任何的事情 這個人當時就聽到 另外一個救世軍的軍官 就在那裡傳福音 用聖經去說耶穌 這個人一邊聽的時候 他的心就一直在那裡拼 一直在那裡批評 聽一聽一聽 他都免得聽了 他就轉身走 但就在那個時候 站在椅子上 說話的那個救世軍的軍官 突然說了 記住約翰316 於是這個人回到家裡 他就真的揭開約翰福音三章十六節 之後他就信了耶穌 還入了救世軍 全時間去服侍 他身邊的弟兄姊妹就問他 究竟約翰316 約翰福音三章十六節 是怎樣感動你 讓你能夠信耶穌的呢 這個人就說 我的名字叫做約翰 我有三個老婆 我有十六個子女 上帝完全知道了 你說他厲害不厲害 我們不要低估上帝的能力 特別我們不要低估上帝的話語的能力 第一個 彰顯上帝榮耀的途徑 是藉著他自己 讓人看見他的能力 第二個彰顯上帝榮耀的途徑 就是藉著他所做的人 讓人看見他的恩典 詩篇第八篇的三至五節 我們很熟悉的了 我觀看你子頭所造的天 並你所陳設的月亮聖壽 便說 人算什麼 你竟顧念他 世人算什麼 你竟眷顧他 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點 並賜他榮耀尊貴 為冠冕 詩人實在說得很好 比起上帝創造的偉大 人算得是什麼 但是上帝竟然賜給人 榮耀和尊貴 為什麼 這個豈不是就是恩典 我們每個人都是按著上帝的形象做的 並且每個人在神的眼中都是獨特的 都是寶貴的 有一首的詩歌 有兩句的歌詞 就是這樣說 它說 有誰能像你 只有你能觸動我的心 這首的詩歌 是人對上帝那種的讚嘆 有誰能夠像上帝那樣呢 只有上帝能夠觸動我們的心 我不知道上一次 上帝觸動你的心 是哪一個時候 但你有否發覺 如果我們反過來 看這兩句的歌詞 是上帝對人這樣說 也是同樣真實的 上帝對人說 沒有其他人能夠像你這樣 因為你在我的眼裡是獨特的 是寶貴的 也沒有人能夠像你這樣 去觸動我的心 弟兄姊妹 我們的一舉一動 我們的一言一語 都能夠觸動上帝的心 因為祂愛我們 第五節也有原文翻譯的問題出現 那一句 你叫他比天使微少一點 如果大家看和合本 就看到天使這個字 之後有幾個細字 就是 是畫作神 即是說 這句是可以翻譯做 你叫他比神微少一點 原文這個字 是可以被翻譯做 神、諸神、天使、靈界受造物等等 不同的翻譯都有祂支持 以及有祂反對的論點 我不在這裏詳細和大家討論 我只會用一個很簡單的論句 來支持翻譯做天使是合適的 為什麼我覺得翻譯做天使是合適的 因為詩篇第八篇 是詩人向上帝發出的讚美 如果詩人是要表達人比神微少一點的時候 其實他應該是用第二身來講的 即是說 你使他比你微少一點 但他不是這樣做 所以 我認為翻譯做天使是合適 但更加重要的是這句說話究竟是什麼意思呢? 你叫他比天使微少一點 即是怎樣? 有解經家認為 是指人犯了罪之後 是必有一死 是天使不需要經歷的 希伯萊書的作者 就給了我們另外一個新的角度 去看這一節的經文 希伯萊書第二章第七節 引用詩篇第八篇 你叫他比天使 我們發覺希伯萊書的作者 都是用天使的 微少一點 賜他榮耀尊貴為官免 並將你手所做的都派他管理 接著 在第九和第十節 他就這樣說 請大家一起讀出 唯獨見那成為 比天使少一點的耶穌 因為受死的苦 就得了尊貴榮耀為官免 原來那為萬物所屬 為萬物所本的 要令許多的兒子 盡盡榮耀裡去 希伯萊書的作者 將詩篇第八篇 應用在耶穌基督的身上 講出人犯罪之後 失去了榮耀尊貴 但耶穌道成肉身 為人拿回原本應該有尊貴的地位 他提到耶穌比天使少一點 可能是我們不明白的 其實他是講耶穌道成肉身之後 那一個短暫的時期 耶穌比天使少一點 但是因著他受死 在十字架上 耶穌受死 他就得回尊貴榮耀為官免 並且在第十節說 不僅是耶穌自己得到榮耀 他還要令許多的兒子 進到榮耀那裡去 或許我們從另一段的經文 去明白上帝如何藉著 對人的恩典顯出他的榮耀 《出拉及記》第32章 就說到以色列人 因為做了一個金牛毒 就犯了罪 摩西就向上帝求情 到了33章 摩西就求上帝親自和他同去 他講了一句大家都很熟悉的說話 33章的18節 摩西就向上帝說 求你顯出你的榮耀給我汗 記不記得上帝如何回答摩西呢? 我們一起讀吧 耶和華說 我要顯我一切的恩詞 在你面前經過 宣告我的命 我要恩待誰就恩待誰 要憐憫誰就憐憫誰 上帝是選擇了用恩詞憐憐 來彰顯他的榮耀 弟兄姊妹 你上次經歷上帝的恩典 又是哪一個時候呢? 當你經歷他的恩典的時候 你就能夠看見上帝的榮耀 然後詩篇第八篇的第六至到第八節 剛才讀過了 上帝就派人去管理他所做的 其實詩篇第八篇給了我們一個很平衡的人觀 人是渺小的 在上帝的創造之下實在是不算得是什麼 但是人也是偉大的 因為人是按著上帝的形象做的 並且上帝是委任人去管治大地 詩人在這裡不僅提及陸地上的動物 他連海、空中的動物都有提到 上帝將這個管理大地的重任交給人 這個也是恩典 上帝要人關愛所有的生物 有些人認為這首詩是提醒人對大自然的責任 人是要愛地球 是要愛上帝所有的創造 要支持環保 因為地球是上帝所做的 並且他是交錯 人是去管理的 詩篇第八篇可以怎樣應用在我們今天的生命裏 在《新約的聖經》 無論是《希伯來書》、《以弗所書》、《哥林多前說》 都有引用過詩篇第八篇 所以我們可以從其中的經文去思想一下 剛才我們看過《希伯來書》第二章 就是講到人可以透過耶穌得著這個榮耀尊貴 《以弗所書》的一章二十二節 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作万有之手 耶稣就是一切的主,亦都是教会的主 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四至二十八节 说到有一天仇敌会被毁灭 万物都要伏在尼赛亚人子的脚下 表明基督是必得王权 而耶稣基督就是教会的元首 诗篇第八篇,今天的应用 就是教会不是关乎建筑物 教会不是关乎活动的节目 而是关乎耶稣的门徒能不能够明白耶稣的心意 延续耶稣的使命去寻找和拯救失丧的人 透过福音的大能,让人能够 取得原本上帝为我们预备的荣耀专柜 十字架就是上帝彰显祂的大能和恩典的地方 十字架就是何等的荣耀 庄家已经熟,现在就是收割的日子 最近我去了一个关于城市转化的午餐分享会 讲完就讲到大约三十年前 纽约是一个充满罪恶和充满未信者的城市 但是上帝就兴起祂自己的仆仁 兴起很多仆仁 包括Tim Keller牧师,海纳牧师 一起为纽约这个城市祈祷 一起为福音努力 透过福音的大能,在这二十几年的时间 纽约的罪案率下跌了86% 在曼克顿,福音派的信徒增加了五倍 上帝的荣耀就是这样被彰显 城市转化能不能够在香港发生呢 就要看香港跟随耶稣的人 他们怎样做 他们明不明白上帝的心意 在香港跟随耶稣的人 就是包括你和我 现在都是你收割的日子 我想提供一个应用给大家 今晚当你回到家的时候 请你写下五个至十个 你认识的,但是未信耶稣的亲友的名 你不需要做什么 你就是开始为他们祈祷 请你记住 做什么不重要 祈祷才是最重要 因为当你在做事的时候 就是你自己在做事 当你祈祷的时候 就是上帝在做事 我很相信 当你写下这些名字的时候 当你为这些人去祈祷 圣灵是会带领你 如何向他们传福音 然后你就能够见证上帝的荣耀 如何借着福音的大能 在这些人的生命里面 就是彰显出来 请问你愿不愿意这样做呢 让我们同心低头祷告 亲爱主耶稣,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在十字架上 所成就的一切 感谢你让十字架的荣耀 就是这样彰显在 我们这些软弱的人的生命里面 主求你的灵 是感动 今天每一个听到这个讯息的弟兄姊妹 让他们真是愿意 为福音尽一分的力 他们愿意以祷告 去改变人的生命 包括自己的生命 让人的生命 能够透过主你的大能 是彰显出主耶稣你的荣耀 这样香港这个城市就有希望 香港这个城市就能够被转化 主求你恩代 求你联盟 让香港更多的教会 更多的信徒 都真是看到福音的需要 和尚的广大 而愿意将自己摆上 被主理去使用 多谢你听我们的祈祷 奉耶稣基督圣明祈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